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欢迎大家来到一年一度的慈星日 我们今天的活动十分精彩 我们这一家 效法约实玛丽亚 祈求天主运到这一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效法约实玛丽亚 祈求天主运到这一家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放风回来这一家 够配的啦 应该最佛事呢 大小姐呀 如果我又回答你 你又回答我 那有什么问题呢 我她的真是她 我只能唱歌 我都不再唱歌 一家住个电话 能不能听到对方的声音 我离开那个 都真的要对面关心我了 今天我们在 在池青日当中,三个很重要的沟通方法 第一个,直接对话 直接对话,不要再转转转 找谁去说 自己直接跟家人对话 第二个,主动去关心家人 问候一下,你怎样?最近开不开心? 有什么我可以帮忙? 第三个,放下你手上的东西 专心地去沟通 因为人一心不能够易用 所以,跟家人接触的时候 不要去做其他事情 想着家人,想着家人 这个很重要 第四件事,刚才在话剧当中 没有直接说 在今天的池青日里面,没有直接说 不过,我们是做了 刚才,是什么呢? 就是祈祷 记得每日为家人祈祷 我觉得今天最大的得着 就是有关于教育了青年 怎样去跟家人相处 而最有效的沟通方法 就是主动和去关怀 我觉得今年家的主题 能够帮助各位囚委 在囚备的过程当中 更感受到 像大家庭的这一份感觉 我们每一个功能组 之间的感情 都好像家人那样 有爸爸妈妈 儿子女女 很互相协助 我觉得这一份家的感觉 的确能够令我们表现得更加好 亦都合作得更加愉快 我是负责这个摊位的游戏 那我就透过同学 去筹备这个摊位 去设计这个摊位 学会到 怎样跟人相处 怎样跟人沟通 亦可以运用在我们家里面 跟家人沟通的技巧 亦透过参加这个慈星日 去体验到这个持有家庭的精神 NESS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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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NESSA